2月27号,福布斯亚洲在社交网上晒出朱玲玲二婚老公罗康瑞与子女的温馨合影,立马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 曝光的照片中,罗康瑞与一对子女罕见同框,罗康瑞穿着中山装出镜,脸上戴了黑矿眼镜,打扮一如既往的文质彬彬。 已经74岁的她,满头白发,老太明显,索性脸色仍红润,精神十足。 极少公开露面的儿子罗俊成,穿着黑色西装,脚灯棕色皮鞋,再配上打理得当的发型,看起来帅气十足。 父子三人拍了很多合照,每张照片两人都笑容满面,心情大好。 照片曝光后,网友们议论纷纷,不少人惊讶地表示,罗康瑞与罗俊成这父子俩关系不是很差吗? 俩人不是因为朱玲玲的存在闹得很僵吗? 这俩人和好了,朱玲玲该怎么办? 似乎有钱人总免不了多情,即使在现代社会,三妻四妾的依然存在。 在不计也有很多个情人,很多富豪的儿女为争夺财产闹得不可开交,各方更是用尽心思要讨好老爷子,希望自家孩子可以获得更大的财产份额,有时候还会借机陷害其他房。 富豪的各房太太们闹得越激烈,观众们就看得越热闹,反而不争夺财产的人会被人们遗忘,罗俊成就是其中一个。 很多朋友也许不认识他,他就是香港富商罗康瑞的亲生儿子,他可是罗康瑞的唯一一个儿子,罗康瑞是个房地产的老板,身家至少有个上百亿。 要是常人有个这样的爸爸,可不得高兴死,而罗俊成却不是如此,他对父亲唯恐逼之不及,自己办婚礼的时候都没有请自己的父亲,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罗康瑞的父亲罗英时曾名列香港十大富豪之一,所以他是典型的豪门子弟。 但罗康瑞今天的百亿身家却跟父亲的关系不大,而是靠自己白手起家挣来的。 罗英时有六个儿子,三个女儿,罗康瑞在儿子中排行第四,这个位置很尴尬,既不像长子那样受到重视,也不像幼子那样最受疼爱。 所以罗康瑞很小就明白,就算家里再有钱,也跟自己没多大关系。 今年时期去澳洲留学,罗康瑞就开始打工挣学费,而不是靠家里的支持。 听说儿子想创业,罗英时很高兴,但他却没有像大多数父亲那样爽快地拿出资金支持,而是让罗康瑞写下欠条,并且约定了利息,这才将十万港币交到了罗康瑞的手上。 十万对于罗英时来说只是一个很小的数目,却是罗康瑞赖以成功的第一桶金。 拿着这些钱,罗康瑞创办了瑞安集团,颇有经商天赋的他很快就把企业办得有声有色,当初借父亲的十万元也都连本带里还上了。 1977年,罗康瑞的事业已经小有成就,但比起父亲罗英时却还差得很远。 就在那一年,他认识了刚刚被选为香港小姐的朱玲玲。 罗康瑞对年轻漂亮的朱玲玲几乎是一见钟情。 可惜,当时看上朱玲玲的富豪有很多,其中的一位正是霍家长子霍振廷。 如果算上罗英时的资产,当时的罗家和霍家在财富上是不相上下的。 但霍振廷是霍家嫡长子,有家族的权力支持,罗康瑞却只是罗家的第四子。 当初父亲借他十万块,都要逼着写欠条,指望罗英时出资,支持他追求港姐朱玲玲,那是痴心妄想了。 所以这次情场对抗,罗康瑞败的一塌徒地。 仅仅一年后,霍振廷就牵着朱玲玲的手走上了红地毯。 两人婚后又有三子,长子霍启刚就是郭晶晶的老公。 朱玲玲的结婚让罗康瑞死了心,既然娶不到自己爱的,那就娶一个。 爱自己的,所以差不多同一时期,罗康瑞也走上了红地毯。 与他牵手的女孩叫何金杰对他无比信任,也无比仰慕。 两人结婚时,罗康瑞只能算是小富豪,但是何金杰却相信丈夫一定能飞黄腾达。 他默默地为罗康瑞打点好家里的一切,让他没有后顾之忧,从而可以将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事业中去。 婚后的几年内,何金杰先后为罗康瑞生下了一儿一女,儿子取名罗俊成,女儿取名罗宝玉,都是寓意美好的名字。 可见那时的何金杰一定沉浸在幸福之中,他虽然算不得豪门阔太太,快乐程度却未必比不上加入货家的朱玲玲。 上世纪80年代中期,罗康瑞开始将业务向大陆拓展,正好赶上了改革的东风。 那段时间,罗康瑞的瑞安集团在上海发展得很快,他也因此得了个上海姑爷的称号。 大陆的业务让罗康瑞的身家迅速增长。 到了1997年,公司上市时,他的个人资产已经突破百亿港币大关,成为全港排名靠前的大富豪,足可与父亲罗英时并驾齐驱。 由于罗康瑞的身家积累大都是在婚内完成的,所以从法律上讲,妻子何金杰应该拥有百亿资产的一半所有权,而这也是他应该得的。 因为没有他的贴身照顾,罗康瑞就不可能集中精力搞事业。 对于罗康瑞来讲,何金杰就是典型的贤内助,追求朱玲玲失败本是一件汉事。 可罗康瑞却转头去了贤惠的何金杰为妻,足见当年的情场失忆,于他来说未必是件坏事。 一家三口的生活也越来越好,罗康瑞也渐渐开始忘记了朱玲玲,开始专注于自己的家庭。 可一切都在朱玲玲和霍振婷的婚姻出现裂痕后改变了。 婚后的霍振婷开始冷落了朱玲玲,天性喜欢自由的朱玲玲,无法适应豪门的压抑的生活,她和霍振婷的分歧也越来越多。 委屈的朱玲玲想找人倾诉,她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当年跟霍振婷一同看上她的罗康瑞。 得知朱玲玲的婚姻不幸福时,罗康瑞的内心一下子复杂起来,一方面她为朱玲玲感到难过,另一方面却也安自窃喜, 因为只要朱玲玲离婚,她就会再次拥有追求对方的机会。 二十几年过去了,在罗康瑞的眼中,朱玲玲的美貌却并未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衰退,她仍然对她欲罢不能。 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对霍家的不利影响,朱玲玲和霍振婷的离婚一直到2005年才尘埃落定。 可另一方面,罗康瑞却早已迫不及待地修掉了何金杰,当人过半百,终于有了机会的时候,她自然就不顾一切了。 第一次从丈夫口中听到离婚二字时,何金杰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们的婚姻已经持续了二十多年,两个子女也长大成人了。 如今,丈夫却要为另一个女人抛弃自己,难道二十年的夫妻感情就这么一文不值吗? 更让何金杰想不通的是,如果真的离婚,她可以立刻分走罗康瑞一半的财产,那可是好几十亿人民币。 然而几次试探下来,何金杰终于相信罗康瑞说的是真心话,为了和朱玲玲在一起,她根本不在乎那几十亿的财产。 无奈之下,何金杰选择了同意离婚,但她却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举动,近身出户,不要一分财产。 何金杰这么做是有用意的,直到离婚的那一刻,她都不相信罗康瑞真会抛弃她,而是认为等过段时间,等她对朱玲玲的热情消失了,就会回心转意。 为了表明自己的诚意,离婚后的何金杰甚至在罗康瑞的豪宅对面租了一套房,她希望离婚后还能像以前那样去照顾罗康瑞的饮食起居。 可惜,何金杰失策了,罗康瑞和朱玲玲才是真爱。 罗康瑞不但拒绝了何金杰的好意,反而在朱玲玲正式离婚后,高调地宣布两人相恋,并且在三年后,把已有三个儿子的朱玲玲娶进了家门。 于是,一个原本平静幸福的家庭就这样散了,罗康瑞去追求自己的爱情,何金杰忙着自我疗伤,他们都忘了问一下孩子们的感受。 可只有罗俊成自己才知道,同样作为男人,父亲半路抛弃弃子,绝对算不上道德,甚至还有一些卑鄙。 毕竟母亲何金杰将所有的青春年华都给了父亲,在人老朱皇之时,却被告知自己从来没有被爱过,这是何等的残忍。 一直有传,罗俊成很不满朱玲玲这位继父,认为正是朱玲玲出现才导致父母离婚,他多次看到妈妈一个人在窗前掉眼泪,就这样对父亲的恨也扎下了根。 罗康瑞和朱玲玲两个人结婚之后,并没有生孩子,也就是说,罗俊成是罗康瑞唯一的儿子。 长大后的罗俊成自己开了公司,依然不要父亲的一分钱,也很少见父亲,见到后也是冷言冷语,就连婚礼的时候也没有请自己的父亲。 不得不说,罗俊成也是很有骨气了,他不顾父亲亿万的身家直接与之闹翻,并且坚决不肯接受父亲的产业。 为此,罗康瑞着实为难了一把,朱玲玲也尴尬了一回,毕竟他们的婚姻让下一代为难了,这对他们来说并不完美。 不过,据福布斯亚洲透露,罗康瑞正为40岁女儿罗宝玉继承集团做出准备,而34岁的罗俊成跟姐姐罗宝玉一样,都是在父亲的公司工作。 他在外经营餐饮业五年后,于2018年回到父亲的公司,目前身居要职。 日前,罗俊成的妻子Joyce在经历了一次流产后,顺利产下义子。 他还在个人社交账号上分享了母子出行的照片。 后来,朱玲玲陪老公罗康瑞出席活动时,被问及既儿媳Joyce缠子后,有没有送上礼物。 罗康瑞替妻子回答道,当然有送。 看来,朱玲玲跟妻子一家关系没有外界传得那么紧张。 如今,福布斯亚洲指罗俊成已回到父亲集团上班,终于可以彻底打破父子不合传闻了。 只是不知道这么一来,朱玲玲该怎么相处,霍家是回不去了,而罗家她可是从来都不受两个继承人待见。